台媒报道范冰冰行踪,头发乱糟糟不休,蝙蝠向大妈和李晨北京吃饭。 李晨和她的女朋友最近争议很大,以前经常看到二人公开秀恩爱,据说马上就要办婚礼。 但是,随着经纪人被拘留入狱,公司财务被调查,她也是迷菩萨过河,自身男保。 对于范爷来说,几乎不再公开露面了,不过她和男友李晨一就是男女朋友关系,私下也一起聚餐吃饭。 据台媒报料,范冰冰封不过后首次被拍正脸,模样几乎认不出来了。 女演员杨采玉发布了李晨的最新近照,她很瘦,脸颊都瘦得凹陷进去了,拍合影也很随意,不修蝙蝠,发型也不做了。 导演宋建军在13号晒出了范爷的最新动态,导演说,网传交了巨额罚款后,范冰冰与男友首次曝光,在北京星光天地用餐,面容憔悴。 这是台媒首次报道的截图中的女人就是翻页。 当年那个响当当的一线女星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? 以前漂亮美丽,楚楚动人,像18岁少女,如今发型乱糟糟,蓬头垢面,眼睛无精打采,眼球也深深陷进去了。 乍一看,还以为是北京街头的广场舞大妈呢? 李晨和女友同时露面,实属罕见,李晨杀清了要回国了,估计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女友身上,安慰她受伤的心灵。 不过,她和经纪人干的事情确实违法了,天理不容,想要付出还是需要等几年再说吧,现在就付出的话,那就是惹众怒。